夹的电影节已经开幕五千了,而红毯上女明星们的争奇斗艳依然激烈,随着夹的电影节剧情的深入,各主竞赛影片也纷纷在夹那首映,一波又一波的明星亮上红毯。 5月19日,主竞赛单约影片哥梅拉到首映,关小彤第二场夹那红毯现场出来了,关小彤穿着一袭精致的薄荷绿墨胸利服亮相,与关小彤高挑的身材相似相成,清新淡凉又星光闪烁,不惊险的搭气优良,而且气场全开,非常惊艳。 关小彤在夹那红毯上的表现,获得许多网友的点赞,而最近刚接受赌王儿子和尤军求婚的超模西梦瑶,也到夹那走红毯。 西梦瑶亮相夹那红毯的两套造型,都非常大胆牵味,表现力十足,西梦瑶在夹那红毯上,也是表现的一脸迷之自信,双手插腰,面向记者的镜头也丝毫不退让。 当天,西梦瑶一身抹胸杀尘亮相,搭配白色项链,不仅将西梦瑶精致的锁骨和瘦长的手臂渐线无疑。 之外,而且还完美秀出了超长眉腿,可以说出看红毯相的西梦瑶是十分的漂亮。 不过在记者的微镜头下,西梦瑶的表现,却是不那么尽如人意了。 在进镜头的时候,我们发现西梦瑶的妆容超浓,后肺皮肤也有点粗糙,最最关键的是西梦瑶腰间竟然精致二层脱肉。 对此,网友们也纷纷吐槽,腰间的脱肉都出来了,西梦瑶会不会管理身材呢? 而且好玩娱乐认真看了西梦瑶红毯现场图,还发现西梦瑶的夜毛,也一次没有脱离干净,这样的画面实在是有点落眼睛了。 还有许多网友还吐槽西梦瑶这次走红毯连衣派和表情都崩掉了。 当时的西梦瑶博锦前仪,眼睛斜,表情冷漠,一眼俱人千里之外,高高戴上的样子,给人观感很差。 西梦瑶作为一个唯一的超模,最重要的就是对身材和仪态的管理。 可现在西梦瑶的腰部竟然惊险炫肉,夜毛疑似没有处理干净。 这,不该是一个唯一超模对工作应有的态度。 西梦瑶超模职业素养,还真是有待琢磨了。 可以说西梦瑶的这些红毯表现不禁让人怀疑,西梦瑶没嫁入豪门就忘记了自己唯一超模的身份了,竟然连身材都懒得管理了。 可以说西梦瑶嫁入豪门真的是指日可待了。